你知道绝望流菜文机有多离谱吗 就这个恢复量全谁都打不死 再来看属性 生命值11000 物理防御最高1500 法术防御最高1200 再把弱化一带降低25%的伤害 提高自身20%的免伤 团战里你就问一句 谁能赐我一死 无解兄弟们 这玩法无解 每一次对面都以为你要没了 但实际上你就是死不了 你问这个样子 他气不气他绝望不绝望 而且做了双斧以后功能性直接拉满 净位荣耀可以加抗性 让你回的每一点血都更有质量 奔狼又可以增加法强 让你恢复更多血 并且主动技能一开 是跑是打都是你说的算 此刻战场由你主宰 那这里是详细的装备和名闻 这个玩法就以一个字 恶心他妈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以前我总以为 玩游戏的快乐就是赢 直到我用这个玩法玩了菜文机以后 我才幡然醒悟醍醐灌顶 原来恶心对面让对面难受的快乐 才是玩游戏的真谛 看一看 把对面给逼身的什么样了 虽然想无尽都不做了 第二件就做了制裁 但是很可惜 没的什么用 因为制裁只能削弱你的回复量 对你自身的抗性和弱化的效果 是没有任何用的 并且你法强高了以后 你能回一万的血 被削一半 那照样也是可以回五千血 这还是很离谱啊 理论说完咱们实际上搞一手 这一把对面没有进菜文机 一般来说 一个英雄的登场率 加上禁用率 超过了70%以后 就可以说是非半必选了 这样一个英雄 他的强度不一定高 但是毫无疑问 他绝对有心 数据他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朋友们啊 无脑补卫差文机 胜率超乎你预期 不要追问我为什么 摘星再到你舍得哆嗦 开玩笑 群体控制 群体治疗 开上弱化以后群体减伤 出完境外以后 群体加防御 开启大招以后 还能精准就死扶伤 甚至能把对面的高地 当成你家的泉水 你的四个队友 再也不用回身补给 跑断他的狗腿 这样一个英雄你不选 就相当于 猩猩都在地上 你都不解 姐妹们 兄弟们 家人们 相信我 选他 选不了吃亏 选不了上当 只会连胜 赢得你心话怒放 自从用了这个玩法以后 我每次考虑的 不是我怎么输 而是我都不知道 这一把我该怎么输 绿塔强杀 简直无脑啊 来 谁能吃我一死 玩游戏嘛 给人以希望 再反手告诉他 什么是绝望 这就是今天 这个玩法的核心 像这一波 对面以为 里面方没了 他们崛起了 他们可以反倒了 但殊不知啊 奔狼一开 吕布站起来 兄弟们 尝试一下 如果巅峰留不住 就用蔡文姬 配吕布 能抗能打 简直一决 最后 用这个玩法赢了 请务必报我的名字 反之 都是一家人 谈心心声感情啊